彻底完蛋,王力宏遭台湾各界炮轰,老音乐人劝他露面收拾残局。李亮磊和王力宏的离婚大战越演越烈,众多圈内人士也在吃瓜一线。前所未有的是,这次几乎没有人站在王力宏一边,昔日优质偶像瞬间成为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 12月19日,知名音乐人喊话王力宏,表示利用长辈来混钥匙套,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,并劝王力宏道歉认错,收手吧,认了吧。 而台湾著名网红486先生也在现发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,大骂王力宏是白痴,并喊话王力宏赶紧出来道歉。 486是台湾知名的网红,他在文章当中分析说,如果事发后王力宏诚恳承认错误并道歉,不把老爸推出来,可能前妻李亮磊还不至于这么火大,又发长文垂报王力宏。 所以他质问王力宏,你觉得他还有什么可以失去?并大骂王力宏是白痴,说自己不认识李亮磊都能懂他,但王力宏这个枕边人却白烂到极点,相当恨铁不成钢。 然后,486又说到了徐若轩,徐若轩也卷入到王力宏的离婚舆论悬涡中,他近日再度发声为自己澄清,冲忙力宏先生的婚姻事件目前已经对自己造成极大影响,并公开澄清没有对不起我先生。 同时,徐若轩也喊话王力宏能够尽快出面化解,不要因为个人私事,央己友人。 不过486认为,徐若轩应该提告李亮磊捍卫名誉才是,在网上喊话王力宏来帮忙解释,感觉怪怪的。 即使王力宏真的出来解释,以他现有的名誉,大众会相信吗? 不可否认,486的吐槽还真是一针见血。 那么,徐若轩为啥不敢直接提告李亮磊侵害自己凝郁呢? 是不敢吗? 某律师也和486持相同看法,他认为李亮磊不可能没有根据就指责,徐若轩唯一需要深夜进行道歉的是李亮磊,请律师来吓唬人更是多此一举。 这种情况下,只有李亮磊出来澄清才是唯一办法,他指望连自己妻子都不护的王力宏出来澄清,根本就是又傻又天真又搞不清楚状况。 除此之外,众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对王力宏展开声讨,声援李亮磊。 台湾宁嘴狄志伟指出,王力宏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,名声越来越臭,王爸爸的手写信不仅没能掰回一城,反而更加坐实,王力宏就是李亮磊所说的妈宝男。 某作家都称赞李亮磊的文字功力强大,堪称核弹籍的爆料文。 相反的,李亮磊则凭借理性又逻辑清晰的长文,获得了不少好友力挺,苍木麻衣,柯以柔,观影,张泽天等人都纷纷点赞或者发声力挺。 其中,柯以柔更是直言,我们连鬼都不怕因为鬼话听多了,抨击渣男行为。 王力宏成为众矢之地,可以说完全就是咎由自取,身为偶像,他没有起到正面引导作用。 身为父亲和丈夫,他对家庭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,身为儿子,出了事还把老父亲往前推。 希望王力宏能够早点站出来发声,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。 英菲尼迪首先发出声明,18日凌晨当即宣布,决定即日起终止与王力宏的合作关系。 据悉,此时间据官宣成为王力宏正式成为其代言人才过去35小时,不到两天。 随即,有网友戏称王力宏为日抛刑代言人。 经过此事发酵,读书郎,周大生相继发出发文表示,和王力宏解约或不再和王力宏合作公告。 12月19日凌晨,王力宏的父亲王大中发文,说自己儿子婚姻有内情。 王大中表示,李亮磊结婚和离婚都在威胁王家,希望大家客观分析。 王力宏爸爸王大中发手写信否认儿子出轨,透露两人早已分居协议离婚两年,也签字了,更否认儿子分居期间有出轨,直言力宏不是败类。 稍晚,李亮磊微博发文回应此事,表示看到王爸爸年纪这么大了,还要为了45岁的儿子出来说这样谎,拍这样的照片觉得很心痛,也很不敢置信。 优质偶像他访,娱乐圈不断生产大瓜,让群众都吃不过来。 鲜花,掌声和高额收入成了一些人自我放纵的迷魂计,王力宏人射崩他绝非偶然,也不是孤立。 偶像的应该认识到,做好艺人的前提是要先做好人,否则其身不正,争念慕总有会被揭开的一天,他们站得越高,摔得越重。 自王力宏1995年首次发布个人专辑《情迪贝多芬》,进入音乐圈,至今已有26年,其一度被誉为华语音乐圈最有才华的歌手之一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王力宏近几年的吸金能力有所下滑。 据媒体统计,以福布斯宁人榜收入计,王力宏自2010年至2015年收入总计约4,60亿人,但从趋势上来看,2010至2012年王力宏收入逐渐走高,随后便连年下降,巅峰10年收入达9400万元,2015年这一数据已腰斩至4550万元。 不仅如此,从王力宏专辑的销量以及其开演唱会时的现场状况也能看出,其人气早已不比当年。 偶像的坍塌,只有更彻底,没有最彻底。 但王力宏的倒调,让所有能想到的偶像幻灭的可能,都出了底。 有网友说,吴亦凡加罗志祥加李云迪等于王力宏,这样的评价,几乎可以让王力宏坠入万丈深渊。 恐怕在坚持得犯错明星一个机会的人,都难以把这句话再用于王力宏身上。 没有互联网的时候,因为缺乏快捷的资讯,没有可以及时交流沟通的社交平台,偶像们离粉丝很远。 除了消费他们的作品,粉丝很少有机会接近偶像,即便偶像出了负面新闻,多数也没法到达粉丝那里。 而在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,饭圈文化形成了,偶像与粉丝有了貌似平等的关系,但正是距离感的缺失,导致了偶像坍塌的快速性与普遍性。 不少偶像的坍塌,甚至与他们没法很好的处理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有关。 诸多道调的偶像表明,在去掉偶像的外衣之后,他们内里的贪婪、自私、狂妄、欲念等等,是被放大、挤压、变形了的。 一个偶像背后所存在的畸形情感与关系,成为了一种值得用手术刀去解剖的病症。 王力宏的事情,再次催人思考,偶像人设的核心究竟是什么? 在过去,打造偶像没有别的捷径可走,唯有勤奋的创作,辛苦的付出,才能更为长久地停留在受众的视野里。 过去时代的偶像,肯定也不是完美的,但有行业以及传统的要求,逼迫着他们重视形象,更重视创作。 此外,据吃瓜群众表示,周杰伦在IG第一时间取关了王力宏。 王力宏疑似想要在微博拉黑周杰伦,但拉错了人。 除了因非尼迪,镜片企业江苏红尘集团有限公司也在不久前签约王力宏,抬头是新品的全球代言人,而公司业务便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 当时,公关团队称王力宏是全能艺人,是优质偶像,是创作才子,是高知学霸,他有着太多的光环和标签。 确实,出身高知家庭,一家子都是名校生,自己本人也是伯克利音乐学院高材生,擅长多种乐器,还写出不少快智人口的华语歌曲的他当时是万千上语的偶像。 婚后,他也没少包装一番,爱家庭爱孩子的好男人人设轻车熟路,其实也有落马脚的时候。 有一年,王力宏剖出全家福,当时就由网友眼尖指出,李亮磊是后期剔上去的,这张全家福多处作假,可惜当时王力宏优质偶像的名头深入人心,他对这些传闻更是一贯否认,因此没有多少人相信。 直到前期愿意站出来,才终于揭开了他的争面目。 明星人设崩塌,挺牌自然要第一时间贴亲关系。 除了英飞尼迪,12月18日,《读书狼教育科技》在官方微博称,《读书狼》已终止与王力宏的合作关系。 此前,双方合作时间已经长达两年。 12月18日,周大生珠宝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,周大生珠宝与王力宏的广告合作协议已于2021年11月30日到期,后续不再合作。 王力宏翻车,这一波的最大赢家恐怕是宗富利。 再回答原因是,宗富利先是犹豫,我可以说吗? 说了太伤害人。 然后,他直言,是因为王力宏的年纪大了,站在消费者的角度,他觉得有审美疲劳。 当时,嫌王力宏太老,换掉代言人的宗富利没有少被网友批评。 坊间一直流传,是因为小公主宗富利的喜爱,才让王力宏担任了20年的娃哈哈代言人。 因此,此番王力宏翻车后,不少网友猜测,小公主可能是知道些什么脱粉回彩,但又不好直说的托词。 还有网友夸起宗富利有先见之明,有眼光,这些讨论将宗富利送上了热搜,又为娃哈哈赚来了一波吆喝,白来的宣传机会岂不是赚了? 不过,其他被波及的企业也还有挽回损失的机会。 业内人士透露,随着近年来明星代言变得更为不可控,在代言或者拍摄前,会考虑增加一定的道德条款。 根据民法典,如果双方合同有相关约定或者明星一方严重违约,挺台方可以要求一定比例的违约金。 据台媒报道,出道26年的王力宏申加约31新台帝,折合人民帝约6、8亿元。 据悉,王力宏与李亮磊当初登记结婚地是在美国,美国各个州关于离婚财产分配的规定会有所不同,但大多数是会要求平分财产。 不过长文中,李亮磊控诉王力宏婚前财产公正不够,婚后财产也转移得干干净净,疑似不满财产分配。 天眼查案显示,目前王力宏在内地共关联三家公司,分别为西东音乐、上海、有限公司、火力全开商业,上海、有限公司与江苏龙的传人服饰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。 笔者发现,目前李亮磊仍然担任注册资本100万元的火力全开商业,上海、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,王力宏任监事。 此外,今年7月,王力宏还曾试水直播带货,不过货没卖出去几件,他不休蝙蝠的落腮胡道士先出圈了。 粉丝纷纷留言,希望他赶紧刮掉胡子。 于是,王力宏许诺,下单人数到达3000,他就现场替胡须。 王力宏卖的什么呢?是他的知识付费课程,价格昂贵。 课程分为两种,第一种是王力宏亲自教学的唱歌技巧,一个月学费需要1699元,第二种是方文山亲自教学的写词技巧,一个月的学费也是1699元。 一开始下单人数并不多,但后来王力宏许诺替胡须催销量后,粉丝才纷纷下单支持。 根据他本人公布的数据,在这场时长71分钟的直播中,一共麦克3450份,直播GMV,成交金额为586,16万元。 不过根据其他机构统计,扣除未付款或退货等情况,这场直播的GMV为122,84万元。 而现在,丑闻缠身的王力宏,恐怕连麦克的商业价值也要消失了。 粉丝眼中的二哥,大众眼中的偶像,王力宏维持了那么多年的优质形象,在出道27年后,碎成渣渣。 王力宏官宣申请离婚的回应言由在耳啊,真是很简单很单纯了。 办公室里当年狠狠磕过的姐姐,第一时间感叹,还是李安的眼光毒辣,高学历知识分子家庭出身,有着阳光BBC的外表和古典音乐背景,但现在看来,表面有多伪光正,背后就有多虚假懦弱。 他说自己没有人设,从来不会小心翼翼打造,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,那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个儿子是不是和父亲一样呢。 信中,王老爷子主要想表达的是自己的这个儿媳妇是靠怀孕上位,且是李亮磊威胁王家同意这门亲似的。 称是自己的儿子,全心全力地在维持这段婚姻,还好有这个尽责的父亲,三个孩子才能身心健康。 称儿媳指控的这篇长文,是他处心积虑分居两年时就写好的,女方一再对王家使用威胁手段,王老爷子一开始就不应该同意这段婚姻,主要就是喜他儿子才自家以前的儿媳。 当网友们看到这个信时,一再确定王力宏就是李亮磊所指控的那种人,信中老爷子的表达完全没意识到自家三观的问题,为什么避重就轻没有一一回答李亮磊所指控的那些问题呢? 而是简单概括,就说李亮磊为婚先孕这个事吧,如果王力宏不想给他一个名分,就只是玩玩而已,那为什么不做防护措施,把人家肚子搞大呢? 也就是说两个人做的事情,到最后错的都是女方对吗?难道是李亮磊逼迫王力宏做出的这些行为? 正常两人彼此相爱的话,要是知道女方怀孕了,第一反应不就是要给她结婚,组建家庭吗? 将所有的错都归结于女方头上,对两人长达七年的婚姻没有一点留恋,王力宏出世了王家,先想到如何扑水,要知道你儿子的事业没人能毁掉,只有他自己能。